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在暑假期间最重要的活动 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活动 即将在7月1号正式的登场 而30号的晚间 台东县政府特别在县立体育馆 举办了一场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县长黄建廷来到现场 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台东来 但是因为下雨以及风速的关系 也将力球的模样取消 但是县府还是以专业的表演 以及热气球喷火来让游客不要失望而归 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在6月30号的晚上演出 因为下雨的关系让场地更加潮湿 许多游客不会风雨地来到音乐会场观看 现场黄建廷特别来到现场来欢迎国内外的游客 来到台东游玩 并强力地推荐游客们一定要来陆野高台看 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 开办了全台首次的热气球活动 这六年来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记录 我们也不断地自我突破超越 台东的热气球活动 毫无疑问是全台湾最受欢迎 最成功的活动之一 所以这17年的嘉年华 从今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8月6号 这38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有最精彩的活动的内容 飞行员总司令也决定取消热气球的力球 县府更以邀请来的专业表演团队 以及热气球的喷火秀来吸引民众 但有些民众没看到热气球 还是有些失望 对啊 因为我在手机上面看到这个活动 然后就想说带我女朋友来这样 然后也有热气球 结果来看了没有 这些表演怎么样跟我们谈一下好不好 还蛮嗨的 就看了应该会蛮开心的吧 热气球没有力球的原因 是因为要让7月1号的热气球嘉年华 开幕的万球起飞能够更加的顺利 县长也邀请民众 一定要来看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 来留下深刻的回忆 记者 蔡承翰 台东市报道 谢谢大家 参加 comin' 这项本不 esperar 今天晚上 谢谢 Gemini